南韓東協特別峰會前夕 越南總理阮靖勇和南韓總統普錦繪10號舉行記者會 宣布韓越雙方正式完成FTA自由貿易協定的實質談判 雙方從2012年8月開始協商以來 共花了兩年四個月 越南正式成為第15個和南韓締結FTA的國家 並且計畫在2015年上半年完成法律審核和草遷協定 希臘總理薩馬拉斯9號宣布提前改選總統 推派73歲的前歐盟執委會官員迪馬斯為執政黨總統候選人 但若國會的支持票數未達5分之3 國會將會面臨解散改選 使得主張脫離歐盟的激進左翼聯盟掌權 加劇歐債危機 因此改選消息公布後 希臘股市狂跌13% 是1987年以來最大的單日跌幅 重挫整個歐洲股市 香港戰中第75天 香港警方出動7000名警力 11號早上11點開始最終清場 警方表示整個行動會持續一整天 除了中環和金中地帶 禁之令以外的地區也全面清場 預計在午夜前讓道路通車 香港學聯秘書長周永康則表示 他們會靜坐留守到最後一刻 小雷 有東西 既然是讓燈 公司 有東西